美麗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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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Catie 歡迎收看 How Living 美麗餅生活 今天呢 我跟我女兒咪咪呢 要示範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很好吃的小點心喔 咪咪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口味呢 巧克力餅 麵麗餅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用巧克力還有花生醬 來做一個法國三明治 而且很特別的是 我們要用鬆餅器來做法國三明治喔 OK 很像Waffle 很像鬆餅的法國三明治 讓我來看看怎麼做吧 我們先在一個大碗裡 把一顆蛋打散 牛奶後再繼續混合均勻 這時候呢我們再拿兩片吐司麵包 浸泡在蛋液裡 兩面都要浸泡到喔 這會讓吐司吸滿了蛋香和牛奶香氣 而且會非常的柔軟 大概三分鐘就好以後呢 我們再一面塗上花生醬 再放上牛奶巧克力扭扣 當然呢你也可以用一般的巧克力 或者是巧克力榛果醬代替 再拿另外一片吐司把它蓋起來 準備好以後呢我們用一點奶油 塗在鬆餅機上面 好這時候呢把鬆餅機蓋上烤三分鐘 哇濃濃發式風情的花生巧克力松餅就完成囉 好啦我們今天呢 冥冥為大家示範的花生巧克力法國鬆餅已經完成了 耶 好冥冥接下來呢我們要跟大家說什麼 請信任 好啦謝謝大家歡迎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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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面 我們來查看 我們來查看